至于帝人称的站点模式是遇到一位职业选手 那就来看看这职业选手到底有多猛 开局是一个标准卡点位 结果超远距离这里也能打到 两枪头我直接被秒杀 感觉对面这位职业选手不太喜欢站点 估计是纯来练枪的 我在这边站点等了半天 他就是不过来 不知道在哪边打人 在据点旁边守一下 直接跳到我枪口上 最右手边要冲过来了 在这里悄悄躲着应该没人发现吧 有猴机会来了 其实我们普通玩家对战职业选手的时候 那只有被吊打了分 如果想赢那只能靠偷袭对吧 你可以说我有点赖 但这也是迫不得已啊 对他的队友仔细是一局一恶 打到这里啊 说句实在话 这一局比较到这个职业选手啊 算是敌丸团结以来遇到的最猛的一个 没有质疑啊 最猛的一个 队友都不来站点 我只能一个人苦苦的守在这里点 我好难受啊 这局没打到 还好回了一口血 回头只有一局的机会 还成功占领下来了 一局这快赢了是我没想到的呀 坚持我队友不站连 我对面这些职业选手也不站连 那我没办法了 我也不站了 爱赢不赢 在这边卡一下他们 有前面趴着一个被我逮到了吧 这时候不是说好的不站点吗 哎 感觉又要输了 不行我们要回来制止一下 注意啊 此时左手边队友直接被击毙 哎 我的机会来了 今天他换子 他怎么后面还有人呢 这个时候双方都在僵持 屋子一必须挺身而出 冲进这个据点 打中一发 出来 确实是机不如人啊 最后看了一下阶段战机 自己全场牌第三 玩的还是挺害的